欢迎大家收看社会社媒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人妻出轨男网友怀孕 在家如厕突然产子亲手杀掉 八旬妇遭押超过72小时 仍获救 新婚期洞房后狂洗澡10次 扶偷看金街心寒真相想离婚 无可救药了 iPhone15手机闹钟功能罢工 一串都没想过 关闭此功便可解决 妹子搭车被载到陌生地 司机突拿好几个保险套 她惨上下失手 请大家收看 人妻出轨男网友怀孕 在家如厕突然产子亲手杀掉 社交媒体 印尼发生了一起残忍的杀音案 一位年轻妇女因与陌生男子发生外语怀孕 但情夫不愿负责任 女子也拒绝堕胎 女子为了隐藏怀孕 一直穿着宽松的衣服 然而 在上厕所时 婴儿突然滑出并吊进马桶 女子为了掩盖事实 将婴儿强行塞进装满水的塑胶桶中 溺毙了婴儿 女子后来因大量出血 被送往医院 揭发了这起命案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这起案件 引发了公众的愤怒和震惊 八旬妇遭压超过72小时 人获救 社交媒体 在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的7.6级地震中 一位80多岁的老妇人被困在废墟中长达三天 但幸运的是 搜救队在72小时后成功将她救出 据报道 这位老妇人的次子在地震中不幸遇难 但她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母亲 消防队员通过呼喊和搜索 最终找到了老妇人 并将她救出 老妇人的状况稳定 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她的长子表示 她的弟弟曾是自卫队员 回到家中后与母亲一起生活 这次地震中 她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母亲 这个故事给了人们希望 也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人之间的深情厚意 新婚期洞房后狂洗澡十次 扶偷看金街心寒真相想离婚 无可救药了 社交媒体 这个新闻讲述了一对新婚夫妇的故事 他们因为妻子的心理洁癖遇到了困扰 29岁的张楠通过交友网站 认识了24岁的妻子 两人一见钟情并决定结婚 然而 在新婚之夜 妻子却一直在洗澡 洗了十次 让张楠大感困惑 后来 她发现妻子有心理洁癖 不喜欢身上有口臭和黏黏的感觉 这是她前任男友给她留下的心理阴影 张楠因此考虑退婚 引发了网民的热议 许多网民认为应该退婚 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生活会很辛苦 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 无法解决 然而 也有一些人认为应该与妻子进行沟通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小问题 只需要多沟通一下就可以解决 这个故事引起了网民的热议 因为它涉及到两个人的婚姻和感情问题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两个人一开始有好感 但真正的相处和生活在一起并不容易 婚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和理解 才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 在面对问题和困扰时 沟通和理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iPhone 15手机闹钟功能罢工 一串都没想过 关闭此功便可解决 社交媒体 最近许多用户抱怨他们的iPhone 15闹钟 无法按时响起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 不仅使用旧款iPhone XR和iPhone 11的用户 遇到了类似问题 就连最新款的iPhone 15用户 也遭遇了这种困扰 有一位用户在论坛上发帖表示 他设置了7个闹钟 但只有其中一个在早上6点45分响起 其他的都没有响 这让他感到非常困扰 因为他真正想要在早上6点38分起床 许多国粉也纷纷表示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位达人分享了一个方法 就是关闭iPhone设定中的荧幕注视感知功能 这个功能会在闹钟响起时 检测是否有用户正在看手机 如果有 闹钟会立即静音 关闭这个功能后 用户就不必再为睡过头找借口了 妹子搭车被载到陌生地 司机拖拿好几个保险套 他惨上下失手 社交媒体 江苏常州一名未成年女孩 在1月2日搭乘计程车时遭到司机猥亵 她在视频中哭诉称 司机拿出黄色视频和保险套 并多次抚摸她的隐私部位 女孩在手机没电前将定位发送给朋友求助 之后有人帮助报警 警方已经逮捕了52岁的嫌疑男子方某某 并对其刑事拘留 此事件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警方表示已经展开调查 小情侣校园楼梯活春宫 同学围观帮推屁股 影片疯传 社交媒体 这则新闻报道了 中国一对中学情侣 在学校楼梯间进行性行为的事件 视频中显示 情侣并没有因为被其他同学撞见而停止 而是继续进行 尽管女学生后来用手机遮住了脸 但行为仍然被拍下并在网络上传播 这一事件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评论 狂 去年跑了242次全马 加拿大男有望创下金氏世界纪录 自由时报 这名加拿大男子波桥一 去年一共跑了242次42.195公里的全程马拉松 目前已将相关资料交给金氏世界纪录审核 如果通过审核 他将打破一年跑最多次全马的纪录 目前这个纪录由美国男子梅肯保持 他在2012年跑了239场全马 波桥一的马拉松挑战涵盖北美洲 南美洲 欧洲 非洲和亚洲 他在这些地区都留下了自己跑全马的足迹 24岁女子被男邻居入室抢劫杀害 亲属 他自己住公租房 社交媒体 1月4日晚 重庆南岸公安通报一起邻居入室抢劫杀人案 一名24岁女子被男邻居敲门进入并杀害 受害人于某的家人表示 于某在12日12日20时许回到公租房后再未出现 1月2日被告知于某已遇害 至今 家人仍未见到于某 警方正在对其尸体进行法医检验 家人发现于某的房间凌乱 床单 枕头和外套消失 行凶者被确认为重庆捧水人 亲属表示等 警方结案后会申请律师介入 东北虎在矿区咬死一只狗 官方不确定是否为此前咬死豹子那只 社交媒体 1月4日凌晨 吉林省浑春市一矿区附近出现了一只东北虎 被居民拍摄下来 这只老虎的前掌上有明显的血迹 引起了网友的担忧 居民表示 这个冬天 矿区附近已经多次出现老虎的踪迹 甚至有人目击到老虎咬死了一只狗 然而 由于缺乏侧面的高清视频 暂时无法确定这只老虎的身份 和是否为近期涉嫌捕杀东北豹的老虎 矿区附近频繁出现东北虎的现象 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恐慌 一位矿区生活区的老板表示 这个冬天 东北虎出现的频率比以往多了一些 他甚至目击到老虎咬死了一只狗 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 晚上大家都不敢出去溜达 然而 目前还没有确定这只老虎是否为近期涉嫌捕杀 东北豹的肇事嫌疑虎 对于这只出现在矿区附近的东北虎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暂时无法确定他的身份 由于缺乏侧面的高清视频 无法看清他身上的花纹 也无法确定 他是否为近期涉嫌捕杀东北豹的老虎 虽然有网友担心这只老虎受伤 但工作人员表示 从他的形态来看 他是一只成年东北虎 没有受伤的迹象 目前 关于这只老虎的身份仍然没有定论 贵州回应七选老人 和38岁女子得子 属实 社交媒体 贵州同任市松桃县一名七选老人 近日生下了一个小孩 而他的妻子只有30多岁 且是盲人 这一消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质疑 有人怀疑妻子可能是被拐卖的 当地政府回应称 这个家庭是合法夫妻 妻子从小就失明 没有被拐卖的情况 这个家庭享受特困供养金和养老金的支持 政府将继续跟进这个事情 并将发布公告说明相关情况 缅甸炮弹落入云南境内 致多人受伤 中缅边境指挥部回应 社交媒体 根据报道 1月3日 云南镇康县南散镇 发生了一起境外炮弹落入的事件 造成了人员受伤 事发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方已向缅甸方面提出交涉 并要求各方立即停火 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郑康县位于中缅边境 与缅甸国杆自治区接壤 是中国西南最极边的一座暗城一体化边地新城 郑康县中缅边境维稳指挥部也表示 以加强警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以确保边境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当地居民对于缅北战事以习以为常 但事发后 周围商户仍然受到一定影响 城管不让摆广告牌被骂牲口 商户 不打广告没生意 社交媒体 近日 河北省邢台市一名裁缝店老板 与城管执法人员发生争吵的视频 在网上传播 视频中 裁缝店老板因为城管不让在店铺玻璃门内 挂广告牌 而与城管执法人员发生冲突 裁缝店老板表示 他希望能够修改或者完善相关规定 以便能够在店铺上张提广告 邢台市相关市容管理条例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城市建筑物 购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张挂 张贴商业性宣传品等 目前 邢台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工作人员 正在调查处理此事 刚果金暴雨引发洪灾造成至少300人死亡 社交媒体 刚果金政府表示 近日持续强降雨在多地引发洪涝灾害 造成至少300人死亡 洪水导致约4.37万座建筑物被冲毁 多条道路受损严重 十余个省受灾严重 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并建议尽快紧急拨款 刚果金每年11月至次年5月为雨季 持续降雨亦导致洪水泥湿流等灾害发生 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189人因超龄被处理 社交媒体 湖南开放大学近期发布了一份 关于招收超龄学生问题的自查结果处理意见 根据自查结果 该校在2021年春季以来 招收的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学生中 有189名学生年龄超过了规定的限制 因此 湖南开放大学决定对这些超龄学生 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不予享受学费和职业培训的相关补贴政策 此外 湖南开放大学要求各分校严格执行相关文件要求 加强对学习中心的监管 整治招生过程中的各种乱象 防止不符合条件的学生领取学费和职业培训补贴 维护该校的生育 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是依托湖南开放大学办学体系 持续实施的一个项目 每年该项目招收约1万名学生 分为专科和本科两个层次 专科层次要求学历为高中级以上 年龄在45岁以下 本科层次要求学历为专科级以上 年龄在50岁以下 该计划的培养对象主要包括 县职村两尾班子成员及其后备力量 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乡村振兴致富带头人 高素质农民 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社会服务组织带头人 新产业工人和退役军人等 有意向在村工作的人员 该计划的实施是为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培养更多的农民大学生 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 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持 通过此次自查和处理 湖南开放大学进一步规范了办学行为 防范了办学风险 以期保障该校的办学质量和声誉 实地探访繁花经济 和平饭店繁花套房套餐授庆 社交媒体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繁花》 带动了一股繁花消费热潮 剧中出现的上海老字号 如和平饭店、台盛园酒家等 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和平饭店推出了繁花套房和套餐 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已经受庆 台盛园酒家也作无虚席 年夜饭已经订满 这些餐厅的火爆程度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黄河路美食一条街 能否重新回到巅峰的讨论 繁花的火爆使得和平饭店 和台盛园酒家等餐厅 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和消费 和平饭店推出了繁花套房和套餐 其中 胡歌在剧中入住的套房价格 从15930元 涨到了18888元 而台盛园酒家的年夜饭 也被疯狂预定 门口排起了长队 这些餐厅的火爆程度 也带动了黄河路上其他餐厅的预定热度 黄河路曾经是上海最旺的美食一条街 但随着市场的变化 黄河路的生意逐渐下滑 繁花的热播 使得黄河路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前来消费 但黄河路上的餐厅 要想保持长期的火爆程度 需要在品质和服务上下功夫 不断改进和创新 以赢得客人的信任和喜爱 周上所述 电视剧繁花的热播 带动了上海老字号餐厅的消费热潮 如和平饭店和台盛人酒家等火爆预定 黄河路等美食街也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引发了人们对于黄河路能否重回巅峰的讨论 然而 餐厅的经营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 如口味 服务质量 价格 环境等 黄河路上相关餐厅 要想保持长期的火爆程度 需要在品质和服务上下功夫 不断改进和创新 商户拆承重墙至多名业主家中开裂 住户 30层都出现了裂缝 社交媒体 据报道 河南郑州一楼商户打掉了承重墙 导致楼上住户出现裂缝 该小区物业表示 其因是商户想扩大门面 现已请施工队进行修复 并正在协商解决此问题 被家暴16次 需终身挂粪贷案 将举行停前会议 社交媒体 四川成都女子小谢 因遭受丈夫贺某阳的家暴16次 而受伤严重 需要终身佩戴粪贷的事件 有了新的进展 根据南兜记者霍悉 五侯区人民检察院 已经对贺某阳提起公诉 罪名包括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 停前会议将于1月10日 在五侯区人民法院举行 小谢和贺某阳将参加 小谢表示 她仍然希望能够将罪名更改为 故意杀人罪 并以提交证据支持这一申请 此外 小谢和她的律师 还指控贺某阳强奸 非法定位和司客公章 小谢曾经向媒体介绍了 其中一次被家暴的经历 她被施暴后腹部受伤严重 需要装上粪带 自2021年以来 小谢遭受了16次不同程度的家暴 2023年4月的一次暴力事件 导致她需要终身佩戴粪带 她目前住在成都的父母家休养 此前 五侯区复联表示 已与小谢保持联系 并向她表达了关心 但由于案件正在调查中 不便透露更多信息 小谢收到的伤情鉴定书显示 她有四处重伤二级 五处轻伤二级 和一处轻微伤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